中风常年位列我国前十大时营 平均每年夺走一万多条宝贵的生命 即便是中风的幸存者 往往也留下诸多后遗症 脑科学研究发现 当脑部运动功能区的神经网路受损时 中速神经对身体的控制被阻碍 就会上市部分肢体运动功能 脑功能障碍患者在经过学习和训练之后 其病便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 这种临床康复原理被定义为脑可塑性 本团队开发一套新式附件系统 针对病人脑部、心肺、肢体功能做个别训练及检测 此系统包含以下设备 发通到脑坡仪、智能生理检测、下肢、外骨骼、 自主移动式动态检测系统 主位新式附件系统的参与者 会接受完整心肺功能测试 可以观察到运动过程的及时身体变化 以评估训练的安全性 另外脑机界面可以直接观测病人脑波活性 记录病人脑波变化 促使机器深度学习 配合讯号驱使外骨骼机器人做动作 提升附件成效 自主移动式动态检测系统可以提供协助 操作者可以设定预检测的下肢负重百分比 启动后两侧线性自动器向上伸长连检与裤带的拉力感测器 到达设定检测百分比时 自动器会维持当下状况 必随时补偿移动时的重心调节 无法独立进行步态附件的患者 可将下肢外骨骼搭配行动辅具 协助患者进行稳定且精确的步态附件训练 人机跟随模式侦测患者与行动辅具的距离 并随着距离不同调整前进速度 确保训练的安全性及提升成效 过一个月的新式附件系统训练 本团队成功时多位多重共病的中风患者 恢复站立即行走的能力 脑机界面的功能除了可以达成 以脑部控制机器动作之外 也可以快速且简单分析病人当下的脑部皮质活性 透过分数化的量表 我们可以更快得到直接的反馈 以此促进病人的动机 取得更好的部件成效 目前市面上的脑机界面 可分为侵入式及非侵入式 考量设备的安全性及相关风险 及病人使用的方便性 本团队使用的是非侵入式脑机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